倒是騎車誤撞鐵桶 接16年白骨懸案 法醫鑑定爐內出血 遺遭人勒死棄屍 關鍵駕照揪出身分 披露詭異婚外情 丈母娘家撒錢力挺 殺人棄屍或檢刑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彰化大村鄉 白骨統事案 寧靜的小村莊 天僻的民宅厚巷中 一個外觀生鏽 顏色斑駁的鐵桶 引起警方的高度關注 鐵桶原本有個蓋子 卻因為常年風吹日曬雨淋 繡實到只剩薄薄一片鐵片 掉落在桶子裡 欸 這個好像是衣服 對啊 這樣是皮帶 這個曼褲是 套在這個外觀看起來像褲子的底面 我是說這個 待會兒站著 我怕我才會把褲子去 你弄到那個鐵桶 那是說那個裡面不是什麼 他有一個拿像那個褲子 我把褲子開 我看到骨頭我就嚇到了 裝有屍體的桶子已經被移走 報案民眾手曾經碰到死者的衣褲 已經夠恐怖 他甚至一度還被認為是兇手 停摩托車去到那邊 剛好撞到他就倒下了 所以我們覺得機會不大 死者是2004年失蹤 7年後宣告死亡的理性男子 他失蹤16年 沒人知道他早已死亡多時 屍體成了白骨 死者父親說 死者跟他表示要和朋友出門烤肉 卻沒復約也沒回家 從此人間蒸發 我沒有說 我剛才是生存比較準 我去問 我剛去生存台北 一個問兩個生存 一天問 一天兩個生存 問先問要找團 為什麼16年無境發揮 這就是他欠離 他欠離的 那些鐵桶裡面 受苦受我們16年 現在是怎麼形發揮 表示他欠離那些已經 現在就是 換你欠離的 你愛來欠 他講了以後 他才恍然大悟 反而說 好啦好啦 我承認 反而他好像如釋重負 整個人都笑得出來 他自己也在講說 我感覺我輕鬆很多 就好 我聽不見 我聽不見 你 Minh 昨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